最近总有网友问我什么是无火 我们内观集训的同学 进行无火训练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多数的同学能够掌握无火 也慢慢地理解什么是无火 因为无火是一个秘传的功法 大家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一些无火之说 仅做参考就好 无火是什么呢 无火是修丹之火 不修丹者很难产生和拥有无火 同学们在修丹的过程里都清楚 无火不是来自于呼吸 而是来自于丹田的人烧 开课之初我就反复地讲 你不修丹,丹就不修你 无火就是第一个例子 这里简单地阐述一下无火 修炼无火 无火会瞬间作少你的身体的部分或全部 状态好的修炼者 仅三个呼吸时长 你就会大汗淋漓 十个呼吸时长你就会爆汗 全身照热无比 需要吻火来平衡身心和降温 所以学习无火同时要学习吻火 也就是说你学会点火之前要学会灭火 修炼无火的最佳状态反而是你身体虚弱 或者是生病时 我们的丹和身体是智能的 它好像知道你的所需 这使你的修丹效果最佳 健康的人修炼无火要注意几点 第一,你首先要把自己当成生病或身体虚弱的人 第二,就是要学会用吻火来降温 第三,修炼无火后 身体会感觉到像感冒发烧后的感觉 这是正常现象 由于无火是密传功法 我们这里不便公开或更详细地说 这是真正的尊重那些传承无火的门派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无火 可以参加中医内观学的内观集训二期 在课堂上我们会面对面地进行交流